親愛鄉文童會 今天是在親愛國中文童中漏洩天氣 除了國行政策文童比賽以外 向來國川的創意表現 可以說是處理十九 為了要欣賞大家的注意 大家是保守盡點 有的意到傳統萬祖民奔館為主題 有的在傳統當中加一條流行的風調 也有意到鼓風天高一個氣球建設 大家是秋情風頭 好 可算有參與民眾和貴賓 都看了吃麻煙 你看我們的村子 今天最帥啊 台東川是很愛向來北地貴賓相坐的一川 由川中鎖頭大條人門舞蹈 他泰鴨跟塞德克 占台多數的親愛川 就依傳統萬祖民舞蹈 來展現部落的特色 我們親愛村有兩個特別的族群 一個是泰亞族 一個是賽德克 而且我們的部落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香糯米 還有我們的小提琴 主要是要展現這個我們的特產 跟我們的文化 正應川大來是中學現代 跟傳統萬祖民的創新舞蹈 展現少年人為傳統佈落 所加這個新發熱 結合原住民舞蹈 有融合一些有氧 還有現代街舞的那個HIPHOP 希望把這個在外面現代流行的舞蹈呢 帶回到我們的部落 第一個可以讓村民呢 能減肥的效果 第二個也可以鄰居我們 村村裡的那個向心力 賀祖川的創意表演是更加特別 川民大條蟒阿嬤 來選島以鳳天狗熱 南鄉最近也有在做一個消毒的工作 那剛好又配合我們鄉運 所以我是想透過我們 我們鄉運的時間 然後一起協助宣導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 一定要拿創意進場的第一名 不錯 真的有史以來 是辦的最好的啦 因為大家都踴躍參加 而且把我們原住民的文化都 那個推廣出來 進場的時候啊 是否能夠加一些效果 後來呢 大家就構思 就來設計一個橋段 就是創意進場啊 那效果啊非常的好 那整個場面啊 也整個帶動起來非常的熱鬧 為途後鄉運經過多破爛爛 人愛鄉今年全鄉運動會 加進了創意表演的比賽項目 國傳精神幾位減股創意 和五六號還有演出內容 為政策刺客的運動待會 加添不少煩惱的氣氛 這隻翁叫醒彩虹報道 拜拜